指揮中心现在针对非高风险国家反台民众放宽 检疫措施改成10加4 12月14号上路 那么其中居家检疫的4天虽然是以一人一户为原则 但如果要改成一人一室 要求同住家人都必须完整接种过两剂的疫苗 而且要满14天 但是有医师就担心在没有严格稽查的状况之下 难保居家检疫期间民众不会有违规的情况出现 如果违反检疫规定 就可能对社区造成传染风险 尤其台湾第二剂的疫苗涵盖率现在依旧偏低 入境旅客突破性感染的案例也频传 太过轻忽疫情的发展 难保不会出现防疫破口 中国新冠疫情近期多点再度大爆发 本土案例持续增加 但偏偏春节返乡潮倒数计时 但中国目前并不是列为高风险国家 民众反台检疫措施放宽成10加4 其中后面的4天在家中检疫 虽然是一人一户为原则 如果只能做到一人一事 那同户同住家人 就必须接种完两剂疫苗 而且满14天 看似严格 但如果没有实地稽查 民众真的会如实照办吗 这其实就有蛮大的一个漏洞 一个入境者就直接说 我那边都能够做到 后面4天所有的条件 那不就惨了吗 不只在家检疫可能被钻漏洞 出现防疫破口 外界也质疑 在7月2号到10月29号这段期间的 189例境外移入突破性感染个案当中 虽然是以BNT疫苗突破性感染案例最多 但AZ和中国科兴紧追在后 交生12例第三 莫德纳和中国国药则各有10例 突破性案例频传 此时松坊紧一规定 会不会潜藏危机 这个只是反映就是来台的旅客 他们常使用到的疫苗 倒不一定是数字多 就表示感染率比较高 只要冬天疫情就会起来 如果说外面的那个大浪 你觉得他起来的话 那通常我们一两个月也都挡不太住 大批台商和海归族将赶在春节前回国 台湾防疫会不会再现一波爆发潮 防疫单位恐怕也辱灵大敌 接种报道